春节期间大陆出入境旅游 多达683万人次 其中约有323万人次入境 为消费溢注活水 然而受新冠疫情冲击 大陆航空业没这么快止血 陆媒第一财经披露 2023年大陆民航全行业亏损缩减 但仍高达新台币1238亿 是大陆民航连续亏损的第四年 2020到2022年间 累计亏损破4000亿 三年就吃光过去十年利润 分析原因 国际旅客量尚未恢复至疫情前 是民航没能扭转亏损的主要关键 大陆无论用餐 购物轿车都必须靠行动支付 外国游客不熟悉使用方式也就罢了 店家竟然连现金或信用卡都不收 我想为了你们这能刷卡吗 不能刷卡 没有那机器 为啥现在都不能刷卡 不知道这小店反正没有那刷卡机 即使外国游客临时下载支付宝或微信 也会因为绑定信用卡流程复杂 无法付款消费 支付宝和微信都陆续放宽 可绑定境外信用卡 也能用境外手机 注册行动支付软体 另外中国人行也规定商家 不得拒收现金 要打通外国观光客 商务客到大陆消费的最后一里路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